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大家走進溫哥華西區的一個 可以說是豪宅區 一條很漂亮的街 叫Angus 和大家參觀一下這裡的風景和園藝 帶大家看看我們新掛牌的這個名單 就是溫西很進入的 我們這個區叫Kachina 在Granville和East West Boulevard的中間 我們向東邊就是靠Fan Shaughnessy 向西南那邊就靠Kerrisdale 亦是Walking Distance就可以去到Kerrisdale的Town Center 很方便的 下網也很帥 我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個獨立屋 就是在Angus這條街 都是很靜的內街 而且它是比較新的街 路鋪得很光整 就不像有些舊區的街 而且所有的電線都藏在地下 沒有電線來扔去 然後兩邊都是一些有些年份的樹木 有些應該是楓樹 應該是大本島的楓樹 有些是黃色葉的樹 所以我想現在我們就這樣 在這個季節網上已經有些雄風 不同顏色 我想到不同的季節的話 整個整體感覺應該會很漂亮的 這個方向前面就是向北 那裡前面已經是33街 對面已經是Kerrisdale的公園 向南或西南走 就會走路大概10-20分鐘 已經可以去到學校Point Gray Kerrisdale Elementary 以及East West Boulevard Kerrisdale那邊的雙圈 所以Location可以說是旺中大 正位正中大旺 是很舒適的住宅區 但又不是走路哪裏都去不到 駕駛的話5-10分鐘 就哪裏都可以去到 我們跟大家看看獨立屋裡面 在這間房子的門牌號碼是4998A 我們已經掛牌賣了 整個土地面積是6100呎 面寬是50呎 深度到後面是122呎 所以是一個很方正的土地 不是那些彎來彎去或很怪的路 而且這間房子雖然之前是出租 但其實租客是走了 而且他打理得很好 很方正 旁邊做好樹牆 這棵樹都削得很高 然後其實已經做好一些圓藝 將來下一手搬回來 再稍加打理 保持住的話都會很舒適 這邊就是大門 兩邊都有路可以去到後院 還有一個獨立車房在後面 現在跟大家… 不如看看後院的圓藝好嗎 正門進來 已經有一條很短的走廊 大家可以看到後門 走到後花園 先給大家看看圓藝 來到後院之後 都會看到其實很有階段 因為雖然旁邊都有屋 但我們這邊兩邊的樹 都種得很高 所以尤其在主桌這一層 你會像一個自己的天地 有個小丸鋪了一些磚 大家可以在這裏擺一些外面的燒烤 另外上一手 現在的業主也有做了很多的圓藝 你看到現在回春 開始有很多花 草在這裏開了 盛放 我記得在冬天過來打理這個 這個城市的時候 那次什麼都沒有生出一堆草 現在春天就很漂亮了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這裏有條路 可以到屋屋 所以這間屋 其實未來是有改建出租 改一個出租室的可能性 現在暫時不是的 這條路就出回到前面 那邊也有條路可以出回到門口 上來這個地方就有些草 樓梯上去就是車房 現在這一間沒有改建什麼車房屋 純粹就是Lingway 就是一個車房 所以大家有興趣的話 是可以考慮改車房屋 或者現在在溫哥華 會流行一些什麼一改多 可以一間拆幾間 五間六間 這塊地都會有這個能力 走出來已經是Lingway 大家看到 如果大家平時開車回來的話 就會在Lingway兩邊過來 整個Lock 甚至Lingway隔離這些位置 都做了欄杆 全部都是Secure 所以剛剛大家看到後院 其實都是完全屬於自己 我們來看看這邊 其實剛才我們的花園 除了這邊一塊之外 後面還有 他把這個位置圍了進來 很多時候看到獨立屋 後面這個位置 就是車房旁邊 整個欄杆 拍多兩輛車 但業主也說把這個位置鋪平了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裡放一些搖籃 坐著也挺舒服的 我們現在和大家進屋參觀一下 看完外面的花園 我們從後院進來看看 進來這邊 其實是Family Area 這一層的主櫃也挺大 有1453呎 後面的Family Area 吃飯的位置 廚房的位置 這裡全部都可以關閉 如果家裡有小朋友玩 不想有惡人看到 其實全部都可以關門 然後中間這個位置 剛剛正門 然後上樓梯上去幾間房間 下面有Basement 這裡繞一圈出來正門 正門進來 右邊已經是一個Grant Living Area 有一個火爐在中間 這棵牆 現在看可能是歐底了 不是很Modern的 鋪了大理石 但在以前九幾年 歐九二年的設計的時候 這個已經是一個Signature 的設計 所有地板都是實木地板 這裡可以兩邊放沙發 前面就往前院 大家看到有些圓藝 其實特意做到這麼高 都是令到你看出去的時候很舒適 不是馬路看到有些花 亦都創造了距離去對面馬路家屋 門口這邊就有客飯廳之餘 進到這個位置就是飯廳 所以大家看到有水晶燈在這裡 前面有窗 這個位置可以放到一個大餐桌 應該座底都可以坐到六至八個人 而且這個是半開放式設計 有時有些飯廳位 可能有兩棵牆會令飯廳暗一點 這個半開放式會很開放 但又分隔了兩個地板 這兩塊牆壁都做了同一個 火箱一樣的Signature Wall 然後由正外面的Living Room Formal Dining Formal Dining Room 可以進到這邊有玻璃門 可以關門的 即是隔了一些抽油煙 又隔了一些聲音 進到煮飯位 這邊就是廚房 進到這裡可以看到自己的後院 這個玻璃窗也是看到玄藝 很漂亮 廚房設置在整個角落位 就是一個很大的U-shape 是一個很實用的設計 由雪櫃 也可以放到很大組的Bosch雪櫃 雙門 然後爐頭放在中間 也是一個很大的Range Croke 然後這邊就是洗手盆 大家看到的所有設計方面 都挺原裝的 都是九幾年 但上一秀都保養得良好 搬走了之後 我們也做了直接的清潔 大家看到它的儲物空間很多 這些全部都是 這些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轉彎位還有一個很大的碟 你看這個 好棒 然後這邊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好像這些九幾年的房子 大家買回來的話 其實有無限可能的 又未至於要立刻推倒重建 如果想有這樣的空間的話 也可以考慮重新裝修一下 在這個位置升級一下廚櫃也可以 但你說是否立刻不能用呢 也不是的 因為它的桌面 櫃全部都保持得不錯 中間有個小小的中度 但這個中度不是可以坐到很多人吃飯 叫做一兩個 剛剛還沒說焗爐 微波爐都是這幅牆 然後中間這個位置 就類似是早餐桌 small family eating area 有盞桌燈在這裡 這個就是一個bay window 這樣看出去 你可以擺一張小桌子 可能是坐四五個人 在這裡吃早餐 然後我們剛剛去了後面的車房 就是走這條路 大家可以這樣出去 BBQ 這個位置就是family area 可以放到沙發 或者如果大家家裡有彈琴 可以放三個琴 都是一個很寬落的位置 然後當年的設計 這間房子其實蓋的時候也很有心思 大家看到它的天花板也不是全屏 它有做圓形的槽位設計 這個就是一人二二的設計 大家喜不喜歡 這間房子我們在掛牌之前 因為它也有些年份 我們沒有做全屋的裝修 但就有全部的長壁塗了一塗 讓大家感覺看來是舒服一點 光鮮一點 剛剛說了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還繼續把廚櫃延伸出來 可以給大家放一些杯子 多個台面 可能有些咖啡機可以放在這裡 這個就可以顯示到這間房子的年份 我們就基本上 還沒看完 這間房子剛才說了 它的主櫃面積也挺大 1435呎 我講到的就是這邊 門口進來的左邊 它還有一套房子和廁所 這個房子大家可以按照你們家庭的需要 它可以是一個書房 亦可以是一個睡房 睡房的話可能就要買一套衣櫃 它有窗看外面 上面也有天窗 所以採光是OK的 亦可以看到外面的圓藝 還有大家看到它當年的設計 都留在這裡 有很多這些設計的設計 然後如果有老人家想睡在這間房子 或者平時用洗手間 就可以來這邊 這裡有一個是Full Bath的 有一個座廁 洗手盆 還有一個洗澡的地方 洗澡上面也有一個天窗 它的鏡很大 很大 真的很大 所以是金邊 它的風格也很統一 由外面的火箱 都是這兩種材料和顏色的設計 一直鋪到地磚 也是 然後有一個窗 這個窗可以開的 上面的天窗很光亮 這邊也有衣櫃 儲物位可以放東西 旁邊也是 我們現在就上樓上看看二樓 整個扶手位都是木色和實木 這邊有窗 看到旁邊的屋子和樹牆 樓上是地毯 之前有換過但不是新換 還很軟 上到這邊也感覺光亮 基本上你看到上面也是有個天窗 所以中間這個位置 就算你不開燈也很光亮 上到樓上主要是四間房 然後三個洗手間 樓梯上來這兩邊 就是兩個套房 這個是主人房 這個是Second Master 另外那邊有兩個房 是share一個廁所 我們由最大間房開始看電影 主人房其實是雙開門的 全是實心門 對 它很重手 現在的門越來越輕 有時跟客人看新樓 那些門好像碰一碰 它就懂得動的 這些全部都是實心門 很硬正的 這個房的設計 它不是說你一打開門 即刻已經看到你的床 它有一點點隱私 所以先是一幢長 一個小很短的走廊 進來就會看到整個房 你進來就順手幫我 對不起 然後進來才看到整個房 所以有一點隱私 以前的房子 Carrie也說了很多次 就是房間真的會大很多 好像這間房 你看這張床 感覺多小 放在這裏 這個以前的床 可以印 基本上一定是擺到 KING SIZE之餘 你可能擺側一點 或怎樣 這邊還可以擺到 Dresser 擺個梳化 擺個電視機 分擺放書桌都可以 然後房間的方向 這間房子其實是東西朝向 正門向西 後門向東 這樣看出去 其實雖然我們都是在街邊的房子 但大家可以看到 Katrina這個區 Angus這條Drive 其實很漂亮 剛剛在外面看到 就算你主人房看出去 每間房子的圓藝都好試正 房子都打理得很好 有些樹 門口 有自己花園 有些草地 一個很窄的街 其實看出去都很舒服 尤其如果你躺在這個床頭 你基本上是看著這一片的路 是嗎 都很舒服 然後這個房間 經過中間這兩邊 其實有兩個衣櫃 一邊就是這樣推拉門 已經有些櫃 另外這邊 還有一個類似walk-in 但就不是太大 但就不是太大 也放了很多東西 這裡有 門口進來之後 這裡就是主人房的套廁 而且這裡用了綠色長子 是不是 挺特別的 它是一個五層的洗手間 一樣 上面有天窗 所以這裡不用開燈也很光亮 兩個sink 然後台面 中間有很多這些儲物空間 然後一個 它其實不止五層 它多了一個洗屁股 這個是什麼 洗屁股 怎樣洗 不知道 其實我也沒有用過這些 坐在這裡洗 但沒有刺板 怎樣坐 不知道 我剛才研究 我以為有蓋放在這裡 拿不起來 我都沒有用過這些 香港好像沒有 肯定是被人說 我們什麼都不會加 你們 這個是什麼什麼 請大家觀眾解答 這個是什麼 西區的豪宅 沒錯 這邊就是座椅 兩個sink 然後這裡有一個大的按摩浴缸 然後有這些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這個 玻璃磚 玻璃磚 可以透光 但是別人外面也看不到你 你也看不到外面 這個是主人房的設計 剛剛我跟大家說 它都是在走地暖的 沒有冷氣系統 大家如果想裝冷氣 就要再找師傅 看看可以怎樣裝 剛剛看完的主人房 樓梯位上來轉右 就是Second Master 這也是一個套房 但是房間的尺寸小 方向也是一樣 看前門 就是向西邊 然後它有個小小的套廁 也是三部份 有個shower stove 有座廁 還有洗手盆 上面也是有天窗 所以都會採光很好 這間屋有很多天窗 所以去到那邊都比較光晚 就是衣櫃 然後去到對面 另外有兩間房間 這間房間 完全沒有廉廁 要出來去對面 但是這間尺寸也很好 因為它很長 你放了床 無論是橫直放 也有空間 可以再放書桌 這個就是看自己的背景 向東 後一條街 其實是高一點 比我們高的 樓梯位上樓 可以看到 這間還可以看到自己的懸藝 最後一間房間 就是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可以通過 shower bathroom 這個洗手間 好像cheater bathroom 你門口可以進來這邊 另外 如果你睡這間房間 也可以直接進來用 又有天窗 每一個廁所 每一個廁所 有些是黑廁 好像這個 沒有一個可以開窗 但它必定有天窗 很光亮 這個廁所還很棒 這個浴缸 你可以浸浴之餘 它旁邊還有一個台面 給你放東西 特別深的 這個很好 然後座廁 然後就是洗手盆 這間房間 鋪了石 對 全部都有鋪石 它的風格很統一 跟下面一樣 然後就是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 也是跟剛剛那間一樣 這間房間比較方正 其實都很大 其實每一間房間都很大 這裡都是可以放大床 都是可以看到座廁 然後這個衣櫃大 三門衣櫃 我們看完樓上 四房三次 然後主廁 就是有個房間 和套廁 不是套廁 是一個分別的 一間房間 現在跟大家去看看 座廁有些什麼 繼續下樓梯下去 就是座廁 通常我們說住大屋 樓上中間那層 就是煮飯 宴客 樓上睡覺 到樓下 有些娛樂房 到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很多不同的走廊 我們先來一個最大的空間 因為這些是座廁 進來就會看到窗望出去 不是太多的景觀 基本上好像window well 這樣看上去 這間應該當初 可以用來做電影房之旅 可以放音響 放電視機 當然現在大家都很流行 把座廁 和政府申請改建成為 可以出租單位 這個也是有可能性的 因為這邊有門可以關閉 外機也可以通到後面 這邊比如樓梯下來這些門 你可以直接換去 jumps wall 沒有習慣 另外跟大家分享 Kina了 這間房間原裝的 T fired 這樣也�中於打電視機 有乾衣機 還有洗衣機 還有洗手盆 接下來 這間屋還有 一套 T fired 然後這邊 Kristin 這間房子當然以前的房子是不會像我們現在這樣 想那麼多出租單位的 是完全是給你的私人享受 所以樓上吃飯再樓上睡覺 下到來就各種娛樂 應該是那些門來的 下到來就可以看電影、讀一下波 大家看到這些我們還沒清洗的垃圾之類的東西 之後會清洗走 這邊有一個separate entrance 就是我剛剛說的花園之路 我走上去可以看到很多植物很漂亮 也有一個小小的地區 這個就可以獨立出入 又要凍 這個沒有窗簾 這邊也有一個窗可以開的 所以這間也可以說是一間房子 或者將來大家拿去做其他用途 這邊還有門 可以通過這裡 還有一個full bath 如果你有朋友或客人過來住 樓上不夠房子住 住在下面也可以洗澡 double sink 洗澡缸 還有坐廁在後面 然後呢 還沒看完的下面 然後剛才看了有一個很大的media area 有一間separate的bedroom 這邊還有多一間房 就是樓下 你當它還有多兩個房間media room 這邊就是看另外一邊的走的walkway進來 都是有個窗 就可以share剛剛的洗手間 接著就是機房 你每間房子的話有暖氣系統 熱水缸都是機房的 獨立的機房的空隙就特別大了 這個很大 真的很大 而且很整齊 地上沒有太多骯髒的痕跡 電線亂來的 這一組是一個地暖系統 整間房子的heating是Radiant heat 然後這個是熱水缸 就是熱水的 這個應該是中央級殘機 那個洞要做的 是先鋒口來的 這裡要燃燒 是的 接著電錶箱在這裡 很乾淨整齊 有了Sprinkler System 這間房子 在絕道立屋通常都會越買越多東西 好像我和機制都一樣 所以這間房子另外也有很多 藏起來的存物空間 這個洞裡面有沒有燈的 不著 有燈的 我們這些都要清走它 因為我暫時還沒清走 然後樓梯底 還有一個空間 我們這次租客搬走了之後 我們都把下面整層的地板伸換 地毯就沒有換 地板伸換 都鋪進去Cross Space裡面 Cross Space沒有 這裡沒有 這個裡面有 一半而已 是嗎? 是嗎? 不要說 多謝大家和我們看完這個House Tour 已經很久沒有拍攝這麼大的房子 以及這麼多層 一間房間看的房屋 這間房子已經掛牌上本了 是398萬 地址是4998 Angus Drive 我們的社區叫Cachina 是溫哥拿西區的豪宅區 這個社區也很安靜 鄰近Sharnassi 又近Kerrystale 小學校網是Cachina Elementary 中學校網是Point Grade 校網都相當不錯 土地面積6,100呎 50呎frontage 後面深度是122呎 是detached garage 即房屋後面可以連到車庫 我們會來 Open House是星期六日5月4日和5月5日 1點到4點 歡迎大家來參觀一下 謝謝 拜拜 對的了 看下效果 對